大家好,周末好,我是海东 今天晚上有贴本的这个技术交流 交流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做了两个小时 所以说我给大家这个 做这个视频,就晚了一点 简短一下,时间有限 首先下周的指数应该会向上拖揽空间 整体的节奏,上半周应该能够继续 上攻的目标大概在3144的位置 但是能不能到,目标到的概率不大 但是就逼近,3000应该能够看得到 那么下半周就要看板块到底新主线有没有走出来 如果还是那种混沌状态,没有新主线的话 那么下半周就有可能迎来这一波 从2923以来的反弹的高点 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是11月份的高点 这是重要的节奏 指数上应该下周上半周应该没什么问题 板块上,周末吹到最高的就是微电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像江江这些前面的炒作 其实就是炒作国产的光刻机 人还是担心这个预期兑现 本来就是炒作这个预期 大家自我把握吧 反正个人是只看戏,这个方向只看戏 带斯的白亿的高位 基本上汽车吃的零不见 也需要阶段性休息了 那么另外消费电子方向 那就看周一欧飞光的表现 因为周五欧飞光虽然没有跌太多 但是它的日线级别顶背于死差是形成的 叠加周四光红20厘米跌停 这里还是一样要警惕 遥遥领先到消费电子方向 要顾汽车的后程 除了说这个方向 个人也是能给这个贴旁门建议去看戏 里头可能还有个别各国的表演 但是整个板块存在大幅度回调的风险 半导体这边主要也就是像文艺 这些纯题材纯这种情绪的炒作 大家可以看港股的中芯国际去大跌 而红半导体跌了十几个点创新低 这些都是半导体的国心中军 就是说半导体方向这样子走 大家还是要解释一点 前面炒的最热的其实也是 这个光刻机的这个逻辑 但是周末这么一吹对线 周一一致性 反而要警惕一致性被兑现的风险 那么半导体方向就会面临 一个阶段性的也是一个风险点 前期的这种摇摇领先 还有减肥药大家也看到 也是大幅的基本阶段高点的形态 摇摇领先和药要领先 这里是有可能形成 至少阶段性高点 后面还有没有 那我先要看指数有没有超预期 如果指数没有超预期这些 已经炒作两到三个月的 摇摇领先和摇摇领先 这还是在后期的这个行情上 那肯定想再超预期难度还是比较大 那么我们就要寻找新的方向 在这里只给大家说一下 各种重点跟踪的方向 一个就是光伏 光伏一是如果中美有超预期的东西 那么光伏出口 这部分叠加光伏的超跌 这个农机的 这个转型中的这个事情 还就是后面要开光伏的一系列的 这个类似工具所改革的会议 可能对这个方向会有一定性的 阶段性的刺激 核心还是超跌 第二个方向就是电力设备 电力设备其实主要是 刚才提到的 虽然不看好光伏 但是它最近有异动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小金属 碳酸里的期货价格 周五是日线级别比较的形成 那么如果周一能够延续向上散弹 那么会带动这小金属方向 小金属板块 另外一个就是周五 其实是已经开始异动了 卫星互联网 无论是中国这个 卫通卫星 这些核心的中军 都已经开始放量表态 这个板块 因为它没有兑现 对不对 中国的星链还没有开始启动 随着中国的这种 回收式的火箭验证成功 那么后面这个星链的建设 会加快进程 大家注意啊 这里还是给一些普及一下 互联网 微信互联网 和像华丽创通这种炒作 它更多的是内心通信芯片 更多的是偏消费电子 是有低端的 微信互联网 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相关 更多的是整个图瓦 卫星通用图瓦 说它的桥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 它的核心中军 更多的是中国卫星 中国卫通啊 这些标记 然后叠加一些 包括天银啊 等于这些 这些配套的 大家自己要识别啊 光复这边呢 更多的是 还是要适当的看一下业绩啊 看个业绩啊 自己找吧 因为板块比较多啊 小圈分享的也不好 在这种更大的场合给大家说 那总体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周一 重点是看这个电商双十一 会不会被大国人的兑现 如果出现分歧 不是太严重 后面我会在小圈里给大家分钟这个方向 总体来说 目前 是一个市场的混沌状态 没有哪个板块太清晰的走出来 接替摇摇领先和摇领先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就更多的是做一个快切 另外一个就是分仓 就是看哪个方向到底真正能够走出来 边走边看 不要过于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晚上就聊这么多 周一再见 感谢